先大家很關注微解封的議題 臺北市寧夏夜市今天晚上開始 會採取分流營業 萬華龍山四地下街 原本今天就要恢復營業 臺北市市場處上午是擔心疫情 所以臨時喊停 不過下午會刊之後 決定明天也恢復營業 但是真的是為了生活沒有辦法 所以好像是冒著生命危險一樣 呂先生推著推車 來到攤位就定位 營業時間傍晚五點一到 零夏夜市四十多攤 有跟自治會登記的攤商 一臺接著一臺準備恢復營業 自治會特別準備酒精 放在夜市進出口 讓消費者消毒 每攤也有QR 或讓消費者實名制登陸 自治會表示夜市大約有一百八十攤 之前調查大約有八十多攤 希望恢復營業 自治會決定以門牌單雙號分流 以符合市府定出的最多四分之一攤商 營業的上限 我們夜市攤商數大概一百八十攤 所以四分之一大概是四十五攤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現在開放的是當車四十攤 是符合的 除了寧夏夜市 因為疫情被臺北市政府要求停業的 萬華龍山市地下街 原本二十九號恢復營業 但三級警戒持續當中 臺北市市場處不敢大意 上午臨時要求延長停業 自治會坦言很錯愕 在市府下午會堪後才決定三十號復營 有一些人他們對萬華還是有一點疑慮 那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還是要到解封的 微解封的階段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些人他沒有出來做生意 他是沒有生活的 沒有辦法繼續生活下去 作為政府還是一樣 在防疫跟經濟之間 或民生的這種存活之間 還要取一個平衡 都是我的態度 那至於是我們會用還是數字管理嘛 臺北市長顧文哲重申 夜市微解封以四分之一 減量開放 不拿下口罩 只准壞帶的原則 要防疫 也要兼顧貪商生計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表示 三級警戒直徑內用 沒有要求餐廳關閉 地方政府可以根據狀況 適當安排 而中央針對三級解封的指引 也在準備當中 訂定好就會公布 記者 張志聰 謝正麟 陳昌偉 特別報導